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天小人国巡回娃展 那么这里的娃娃呢包含了BJD小费还有OB11 最小的娃娃只有糖果那么小 话不多说跟我一起进入小人国的世界吧 娃圈中常见的娃娃根据材质大小类型的不同 被划分为BJD娃娃 OB11娃娃还有小布娃娃等 尽管各类娃娃的特点不同 但真正让它们区别于潮玩手办盲盒的特质 使它们的衣服可换关节可动 脸上妆容头发甚至眼球 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二次创作 在本次展览中展出最多最吸人眼球的 是造型各异的小布娃娃 我们这个娃娃是小布娃娃 然后是选的白色的几乎 自己做的纯手动物 这款是咸鱼竞拍 然后起拍价是8000 然后这款也是 然后也是都在咸鱼竞拍 起拍价也是8000 然后这个是一口价是699 那这个8千一般的话 它们会竞拍到多少钱 多的话有1万多吧 那现在这个娃娃的销售情况怎么样了 很火吧 大概卖了有不到十只吧 在展览现场 除了仙气飘飘的小布娃娃 记者还看到了一个全场最小的娃娃 这是OBE娃娃 然后身体是就是买的日本的OBE的素体 头就是自己捏的 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一些小的东西 从小就很喜欢 然后就做了一些更迷你的娃娃 可玩性就是眼睛可动 也是今年才开始做这种小的 就觉得有没有可能比这种还小一点呢 然后就试了一下 还挺好成功了 然后但是身体就是没有现场的去卖 然后自己搭配了一个身体 就是和糖的一个主体 发现它比糖还要小 它这个是个西班 然后它的里面就是说 是一个背着自己的小西枪 然后是流浪的小蜗牛 然后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块 然后是可以打开 然后可以让它躺在里面 这个羊毛粘的 坐下来的话需要10天吧 这一套是399的用 因为晚上展规上的小蜗牛 都比较有点 在展规现场也有不少的消费者 带着自己的娃娃前来选购商品 我一般会在娃展的时候 会想给我的娃买一些饰品类的东西 可以直接试的 到现在为娃花了多少钱啊大概 然后有个4000 4000那样的 不包括娃本身的那个费用 只是给她买一些配件啊 刀具什么的 就是我是一个Tour Cosser 所以我自己也会就是穿一些 就是打扮的一些衣服嘛 然后我觉得娃娃可以让我实现 这种这个愿望 就是我实现不了的 比如说我的样子不合适 我的气质不合适的话 那我的娃最多我实现 所以我抱了个男娃 让她去Coss 就是我想让她Coss的角色 那么根据我逛一圈的娃展 大家有没有遇到此心的娃娃呢 其实对我而言 这小娃娃不仅仅是玩偶 而是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它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么也希望喜爱娃娃的礼 永远同心娃娃 永远幸福快乐